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扫了月费 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我们先来看看 最近有一桩事情发生在立法院 也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感慨 那就是台中第二选区 被罢免的立法委员陈柏维 照理说他被罢免了 一个礼拜之内 七天之内 你就必须打包走人了 我们看陈柏维也走了 可是他的办公室 到现在还有人在用 怎么会这样子 昨天我们的记者 独家看到了这一幕 他的助理跟立法院 其他的助理在那边庆生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画面 有什么事情吗 就是因为想要听说 好像你们是就公告七天 之后然后就要搬离办公室 然后是有人觉得说 你们还在继续使用这样子 Lumi看到我们正在收拾 就你有看到就是 我们都已经装箱了 了解 那所以还是有要延后离开吗 没有啊 因为就是比较先认委的处理 一个月内 因为好像是七天嘛 七天的话是七天的 这一天是住院总务处的 这应该是问立法院总务处 对啊 中间的使用的法定 其实或者是过去的 所有委员的认识这些东西 应该是去问总务处 他需要记者去问总务处 其实记者就是接到检举了 有人说怎么占据这么久了 一个月了 这个可能要问曾经在立法院的 这个监格或是其他人 可以占据一个月 而且我们记者去敲门的时候 他还说怎么样 有事吗 好像就是有点责备 就有点说 你怎样你有事吗 这个他们自己连这个规定 都搞不清楚 我们必须要讲 因为陈柏惟现在还有用 陈柏惟还在帮林静怡选举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没什么回 可以啊 可是法令就是法令 你必须十天内归还 你可以看到他完全没有归还 助理们还在里面 这个唱生日快乐歌 然后那些所有的这个激进党的这些 这个贴条的都还没有撤下来 那必须讲 过去有一些这个学者 他们秉持着他们自己的专业跟良心 他们看到的事情可能是这样 可是现在呢 台湾的能源政策是不是错误的 当初还不是总统的 蔡英文 他喊的是藻礁永绪 可是现在告诉你说 如果不盖三阶 如果不破坏藻礁 不盖三阶的话 台湾要吸更多的这个废弃 台湾要用煤 要增加500万吨的煤每一年 用这样来恐慌人民是对的吗 我们来看看在立法院昨天 就有一场 类似一个学者的一个解释的 一个公平会 这个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 卢倩怡 他特别用很尖锐 他语调是很平和 不过他很用很高分贝的意见 很用力的意见告诉大家 民进党的这个能源政策是错的 他会遗害我们的子子孙孙 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人 这个卢老师卢教授 他其实过去像是盛盟党 或是第三势力 他都很支持 不管怎么样 你不要说他是绿的好了 他绝对不会是蓝的 他也不会是支持国民党的人 他对环保 对社运这些事情 他们都很支持 可是现在他们其实是 力声高声的来批评蔡政府 蔡政府你是不是做错了 你要不要看看 你过去的盟友 对你的评价是什么 还有高嘉宇 高嘉宇当然是民进党的党员 可是他常常上我们的节目 他也在一些地方 或是一些这个节目上面 他会发出一些声音说 譬如说高端这件事好了 他其实也没有严厉批评 因为他都用装可爱的方式 他没有严厉批评 他只是说 因为有些人出国 打了高端不能出国 像今天不是就发生了一个替代意难 没有办法转机 他只是转机经过关岛 他就被原机遣返 不能出国这件事 你是不是应该政府要跟人民道歉 据说在贵党就被大家围剿了 前两天高嘉宇办了一个记者会 是Deep Fact的记者会 那个时间点 他讲了一些话 大家来看看中间的端倪 感谢我们这个立法院少数还愿意 跟我一起开记者会的几位朋友 真的要给他们嘉奖跟包养 因为这个 可以跟我一起开记者会 需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非常的支持国产疫苗 而且已经打了两季的高端 我想在座的委员也都是打高端吗 如果不是的话就尴尬了 那至少不是 自然应该不是啊都简单 你是吗 你看包合水也就不是 不是啊 不是啊 对啊 我们基本上 对我们就是 反正有疫苗就打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于国产疫苗 也都非常的支持 你要只要有看到高嘉宇 骂民进党的都是Deep Fact 都不是我本人好不好 这样大家了解了 好 以后有在骂民进党 就是Deep Fact 不是我本人 就是怎么会变这样 民进党内部已经不能讲真话 只是比较中性的讲话 他就讲说应该要回一个死 一定要道歉 不行 围剿 管妈也来围剿他 有的时候还满羡慕高嘉宇 你说像我这种装可爱 大家大家都吐了 所以他还是有他先天的优势 可是你也不觉得 高嘉宇其实是选民 用选票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就是他居然要承受这种压力 必须要去装可爱 装白痴在那边讲一些笑话 才能够脱身 你不觉得这是台湾民主的一个悲哀吗 那同样的有些人每天讲自己是民主民主 最基本的规则都不守 我必须说陈柏惟 你们那个讲的是错 你说立院研究室后 使用规范第九条 任期届满十日内规范 不是这样讲 第九条上面是说 卸直之委员 因于任期届满前十日内 将使用之委员研究室规范管理单位 为什么 因为你任期到了 马上就有新的委员要进驻了 所以你应该当然是要之前 怎么会之后 当然陈柏惟这个是比较特别 因为他是被罢名 可被罢名的也是一样 你就算这样子 我们勉强给你一个宽限十天 十天也够了吧 十天 请问一下 他十月二十八号被罢名 到现在多久了 一个月了吧 没有不到一个月了 不到一个月 大概二十几天了 因为今天二十几天 还不到一个月 OK 那你够了吧 然后你们在里头 如果你真的是认真慢慢收东西 你就算了 你在里头庆生 请问一下 你这么不尊重制度的人 你还需要别人尊重你吗 然后我也觉得 立法院里头这些很奇怪 正常的情况下 管理人这些人员 应该要去催促他们 是不是不敢去催 谁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蔡英文现在挺陈柏惟 而且下一个要用这个办公室 搞不好是林静怡 你怎么知道 所以管理员也不敢动 这些准管理处的也不敢动 这些公务人员难为了 可是我真的 我知道他们一定觉得 这个办公室以后是林静怡用的 所以他觉得 他现在站得也没关系 所以我真的觉得 如此不尊重制度的人 你根本不够资格 跟人家谈民主政治 因为没有制度的民主政治 其实就叫民粹 就叫乱政 那根本就不是民主 而且你记不记得之前 柯文哲的民主党 不是被批评说竞争国会 就是他们就是在国会办公室 讨论民主党的事情 后来不是被骂到臭头吗 然后你看 剛剛大家都看到 在那边摆一个激进党 还在那边 排在那个地方 这么多天 你台湾基金摆在那干什么 计商国会 你们已经没有立法委员了好吗 你在里头也没有党台 也没有什么东西 你摆个东西在那干什么 你基金党不是很有钱吗 有穷到需要在那边 利用人家的办公室吗 拜托那是人民的纳税钱 那不是你家 不要搞得这么难看 那再来我必须说 去找这些学者专家 我相信这些学者专家 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过去民进党 根本是跟他站在一起 是 民进党的口径跟他 根本是一模一样 可是现在这些 只要意见跟民进党 不一样的人 全部都变成中风同路人 那我自己本身不是专业 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 你看民进党的能源政策 是不是本身就有极大的问题 他说2025年 要20%绿能 请问一下可能吗 我们到现在只有5.5% 然后他承诺2050年要零碳牌 可能吗 因为我们2025年之后 我们的整个火力发电 包括燃煤 包括天然气 可能要到90%以上 你觉得可能吗 然后你自己就告诉我们 我们天天受到 中国大陆的威胁 我们随时可能跟对岸开战 那我们的天然气 完全靠技巧 结果你完全准备要依赖天然气 你不是自己找死吗 而且我认为 我真的这样强烈认为 谁主张以台湾的 以天然气为台湾的 主要的能源供应 我认为这个人 才真正可能是中共同路人 你差不多就中共来卧底 这个是能源的安全问题 其实我看了一下 这个卢倩怡的说法 她说用天然气发电 这个燃烧天然气 它产生的甲烷 对于气候温室效应 其实是更加不利的 这一点到底民进党政府 有没有搞清楚 还是你们根本 完全不相信科学 科学通通摆在一边 刚刚兵哥讲到一点 过去跟民进党 站在一起的这些学者 或者是主张 其实跟民进党统一阵线的人 只要在现在提出建言 或者是说提醒你说 钱慢慢这样做 就会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谁 高端事件 陈培着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退休的核四厂长 王博辉 台灣价值满满 过去独派的 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潘中正老师 一样他抄挺蔡英文 到现在还觉得 小英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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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英总统是被愚弄的 小英总统是被蒙蔽 他到现在这个潘老师 都还这样讲 他多么的爱小英总统 可是中共同路人 苏伟硕医师 讲说来劲不能的 吃起来会怎么样子 一样 中共同路人 王明俊医师 一样 中共同路人 奇怪 以前人家都很本土 都独派的 都很有良心 怎么现在都变中共同路人 请教建哥 不 其实 天使 因为 比较活跃在政治上的 那比较有发言权的 他们的种种 比方说政策作为 是他们在发言 所以会让人家误解 其实我们民进党 一直有两种声音 比方说像高嘉瑜的声音 我觉得高嘉瑜的声音很正确 第一点 他支持国产疫苗 他身体力行 他自己就打了两剂 第二点 因为打了两剂高端疫苗 导致现在不方便出国的 当然他要来问政府官员 不只是对他 还要对整个 70万位打高端疫苗的民众 做一个交代 我觉得他这样的质询 站在说打了高端疫苗 很可能成为另类受害人的时候 来向国家来问这件事情 其实他没有错 不管他以什么方式 他在群组被立法院里 其他同党同事围剿 但是其实前子 都是躲在暗处的小人 才会攻击他 光明磊落放名字出来 管妈有攻击 蔡逸宇跟管妈 管妈讲的是说 我们民进党本来就容许 各种不同的声音 蔡逸宇也直接就是发表 他是支持高嘉瑜的一些看法 他认为我们党内 应该让不同的声音 那为什么这有不同的声音 在党内或者在国内的存在很重要 第一点 才不会让当权者 当家者做政策决定者偏听 第二点 才不会导致误判 所有政策的形成 本来就是大家集思广益 充分讨论 最后才做成决策 所以这个模式是绝对不变的 那我在想党内刻意 如果有人躲在暗处 故意刻意伤害说高嘉瑜 说骂高嘉瑜说 你动不动都跟党唱反调 哪有唱反调 党内有那么多公职 自己打国际疫苗 反而他们没有打高端疫苗 他凭什么讲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支持国产疫苗可以 但是支持第一个方向要对 我们疫苗政策应该多管齐下 也要支持国产疫苗 也要去购买国际疫苗 也要争取国际代工 我们不能单押一个国产疫苗 第二点 高端我们不要亚苗助长 他该走的程序 还是要让他走完 第三点 高嘉瑜是施打高端的被害人之一 如果说不能出国的话 所以他提出质疑 于公于私都是对的 我认为高嘉瑜至少这么多年来 他光明磊落 他要讲要质疑党的政策 决策的过程当中 人家他也是公开的 我就大大大直接出来讲 他绝对不隐姓埋名 他也没有躲在角落里 去对哪一些派系去做什么攻击 他都没这么做 至少高嘉瑜光明磊落 先给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高官这件事情不能出国 今天不是有个替代艺难被遣返 你真的觉得政府不应该道歉吗 或者是政府到底应不应该 对这件事情道歉 我看道歉 还有我看标准在哪里 其实现在执政者 比方说外福部 他为什么第一时间不肯道歉 不可否认我们去年到今年 我们台湾防疫的成绩 确实在国际上是好的 所以在他们认为说 我有这么好的成绩你不讲 稍微有一个错误的时候 大家扩大来讲 所以这是他们的心理 但是我还是认为说 该错了该说清楚就说清楚 该道歉就道歉 这没什么 这对人民一个交代 所以我认为勇于认错 勇于道歉 也是参与民主政治很重要的一点 最基本的认识 是好来 这个我们的义福哥 据说是我们的立法院活化时 是不是 在立法院很久了 所以你看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 高嘉瑜 刚刚那一幕 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沒有看到 他說郭国文 大家是不是都有打高端疫苗 郭国文跑好远 所以是不是其实只有高嘉瑜打 看起来蔡亦宇有打 何志伟也没有打 看起来蔡亦宇有打 何志伟也没有打